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块贼船的硬盘 这一块硬盘的容量也是再次刷新了我这边目前所接到的所有硬盘当中单块容量的最大记录 当然这个记录仅限于民用级别的 企业级那种十几个T的,我这边也是有遇到过的 这块贼船的硬盘,它的容量足足有8个T 贴纸上面写的确实是8000GB 我没有数错,我查了一下 这块硬盘当年的售价是要1万多的 颗粒用的是双面的颗粒,而缓存它却只有2GB 这个也算是群联E12S主控方案的万年标配了 如果说之前的4T容量是豪华海景房 那么这块8T的就是超级大油轮了 目前它是沉船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它给打捞起来 先通电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目前它的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拔出来,再插回去 电流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供电跑到了哪里 这个3.3V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的电感 它是全部都没有输出的 再确认一下 确实是没有啊 都是零的 我估计这个电源芯片大概率是挂了 那么咱们直接掏出料把 闭着眼睛把这个电源芯片给它换掉 先把料把上的给它拆下来 然后再把从料把上面拆下来的这一个芯片给它干回去 因为这一边比较挤 所以我把旁边这两个电感给它拆掉了 再把这两个电感给它装回去 芯片化完 我们再给它重新通电看一下 电流是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难道就这样被我轻松捡漏了 事实证明漏是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捡到的 因为这个电源芯片化完硬盘 它依旧是不认盘的 我们短接看一下 好的 短接能识别到这个主控 其实刚才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电流对于这个8T的容量来说 它确实是有点偏低 现在我连接上PC3000做了一下检测 这一个固件加载它是有问题的 本来我只是想读一下这一个颗粒ID 结果上面给我返回的信息是缓存错误 这边直接显示了一个GermLess 证明这个缓存可能是有问题的 颗粒是美光的N28AQLC 要想知道它这个缓存是不是好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一整套缓存全部给它换掉 所以我这边找来了一块2259的料板 上面刚好有两区的缓存 咱们先来检测一下料板的缓存是不是好的 测试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找一个258的程序去测试一下 主控已经检测到了 然后这个缓存改成1024M 我们点一下测试 好的 这个料板的缓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这个缓存底下还带了胶水的 所以也不排除是热胀冷缩 把下面缓存的焊盘给顶空焊了 继续拆另一片 上面的胶水我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接着我们把缓存给它重新干上来 缓存换完 我们再给它重新通电看一下 好的 这一个电流 看样子 船上面的大姐姐应该稳了 我们来上机试一下 硬盘直接轻松识别出来了 不过这个分区格式变成了LOG格式 这个问题不大 待会处理一下就好了 我估计它应该是之前缓存坏掉的时候 系统正在检测 把这个分区表给搞丢了 轻松秒销掉一块8T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金士顿 这个金士顿MV2容量是4TB的 最近是开始普及4T以上容量的硬盘了吗 我发现今天接到的硬盘容量都不小啊 据说这一块硬盘 它是机器进水了 然后硬盘就不识别了 现在需要恢复里面的资料 我看了一下 之前它应该是已经清理过现场了 因为周围一点进水的迹象也没有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 它的电流是可以跑上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电流是有挑变的 我们短接一下 短接的电流也是正常的 现在我们给它短接测试一下 这个主控是不是好的 因为群联5021它特别容易坏主控 短接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一兆的论分区可以识别出来 证明它这个主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也检测了一遍主板的周围 并没有看到明显掉件或者腐蚀的地方 像这种隐藏的故障真的是不好修啊 只能一步一步来排查了 首先我们先把固件问题排在最后 因为这一个盘它一旦掉固件了 后续你不管干什么都是白费心机的 先看一下周围供电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电压都能正常产生 再看一下颗粒的 因为我怕它后面有断线 测一下周围这些小电容就可以了 这几个颗粒供电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会不会是它进水以后刚好进到了这个主控底下 保置主控发生了空汗呢 判断它是不是主控的问题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主控干下来看一下 说干就干一眨眼的功夫 我就把它的主控给干下来了 干完以后还是有点小小失望的 这底下干干净净一点腐蚀的迹象也没有 并没有发现什么bug 不会真的是固件或者是颗粒有问题吧 这个就暂时先不考虑颗粒了 因为颗粒拆过以后 这读取资料的速度会变得非常慢 我们还是先给主控重置一遍球吧 主控重装完一遍以后 问题还是一样啊 这一个盘依旧没有识别出来 再给它短接试一下吧 短接能正常识别到一个一兆的分区 那它这一个盘大概率就是固件上面的问题了 那些换主板拆颗粒的事情 我这边就不干了 因为5021这一个主控的固件问题 目前它是无解的 如果我现在鲁莽的去干了它的颗粒 到以后就算有办法恢复了 读出来的数据肯定也是不理想的 所以现在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机会留给以后 等技术成熟了 再来试一遍